很多地方你的工作都会是一个下拉清单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人家用选的就好了 那就方便很多 而且你尽量反正常常会出现的 你就建立一个清单 然后当这个表单载入的时候 就去把那个清单给抓到下拉清单里面 这样的话使用者用选的就好了 就不用Key的那么辛苦了 OK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策略 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那个下拉清单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上个礼拜其实几个重点 我在把那个重点就是标签 拉过来 它本来不会长这样子 那它为什么长这样子 就是因为 把这个拉一下 拉过来 然后你字太小 怎么办 就改这边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它的那个第一个Caption 比如说它的身份证字号 那你就把名称打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身份证字号 是不是 身份 身份证 身份证字号 好那假设这个打个身份证字号 字太小了 我发现很多同学 字太小之后就不会了 再来就是什么 字的大小 这个 奉扯属性 点一下 那字要多大呢 差不多16 假设这样的大小 OK太大了 再小一点 大概14 好 类似像这样 好那再来的话 颜色 身份证字号 好 假设这么大好了 那你再颜色怎么变更 前景的颜色叫Fore Color 所以你把这个Fore Color 点这边一下 调色盘 看改什么 改红色字号 这边红色的字就上去了 那另外几个怎么办 按Ctrl键 拖拉 假设这几个 你如果要统一的话 你就是直接 Ctrl键按住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样就OK了 理论上因为我做很熟 所以我大概做一次 不用重排 但如果你是做歪歪的 像这样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把这四个选起来 碰到就算了 碰到就算了 然后格式里面对齐 主控向左远 因为白色是主控向 所以对齐它 格式里面的垂直间距 相等 这样就OK了 一样的方法 再做这个文字方块 名称改一下 这个的名称 叫做TST01 TST02 这个是03 这个是CB01 OK 这个按钮 这个其他我想你就自己把名称改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启动的时候 启动它 特别重要 当我启动表单的时候 它可以做什么事呢 可以让我将来在 这边 我把底下这个清空 我可以怎么样呢 当我启动它 它可以帮我在这里下 输入一些资料 所以启动它 OK 那第一个要注意得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下拉清单 我希望可以点击到它之后的话 它自动帮我把那个下拉清单 给抓进来 不过这个下拉清单是从哪边 从哪边进来 从户籍地 里面的A栏的第一个储存格 到最下面一个储存格 自动帮我把资料拉过来 大概今天这个下拉清单 因为刚好有同学问到 那个下拉清单 如果不要写固定的 而是写一个活的 怎么做 不过这个第一个 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要做 自动去户籍地抓资料的话 抓到哪里呢 抓到CB01 那你要想说 什么时候 这个改一下 这个叫户籍地 也就是说 自动帮我拉到户籍地 那你要想说 当什么时候 要把资料拉进来 再表单点两下 当表单怎么样 被 刚刚是click 如果你点表单两下 会click 请你把click改成另外一个事件 这个所谓的事件就是说 当什么样的状态发生 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当什么 当表单被 这个叫启动 activate 就是被启动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呢 帮我把 我的清单 那我清单放在哪里呢 放在户籍地里面 不过 这边可能要跳过这个啦 我干脆把这个删掉好了 就是不要 那个 那个标签 不然的话 它会多一个 那个户籍地 那就是帮我把 A1 一直到最下面 这一列的资料 帮我call到 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那程式的撰写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因为 我是已经跨了工作表 有没有 就是我不是只有在这里 我是另外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 请记住 以后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这个时候 你又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 不过也很好记 它叫做什么 叫做训词 而且是负数 有没有 因为会有很多工作表 所以它是训词 是一个负数 跟刚刚那个roll一定加S sales一定也是加S 那这个训词指的是什么 就是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户籍地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名称一定要match 你不要过来的叫户籍 少个D 那它就抓不到 一定要完全一样的名称 那我从第几列 从第一列 所以我要把这个户籍里面的所有的清单 通通加到哪里呢 加到那个CB01 就是那个下拉清单里面的话 那我就跑一个forI等于第一个 所以我切到这边来 第一个到最下面 最下面是哪一个最下面 就是户籍地 特别多一个户籍地 前面没有这个 户籍地的工作表里面的Range A1 其实后面这一行 跟前面写的是一样 只差别是什么 多增加了一个户籍地的工作表名称 再一个点 也就是说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1 请你帮我向下侦测 总共有几列 但是这个列数我不知道 那不过现在是10 所以它是第一列到第十列 做什么事呢 帮我加到那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的名称叫CB01 它有个方法 叫做Dent Add Item 那这个Dent Add Item 你就点下去了 它当然也会出来 如果你有没有 我们表单里面 那个名称没错 你如果点下去 它会自动帮你跳出 它里面有哪些方法 其中第一个就Add Item Add Item顾名思义 就是什么 增加项目 增加什么项目 从哪边呢 从那个 哪里 许齿 所以一样 你就打许齿 刮符 哪一个户籍地 你会发现它这边有index 实际上你也可以打什么 数字 比如说你要算 1 2 3 4 5 6 7 8 你打8也可以 不过我不建议 因为到时候 那位置又调换的话 那你就会找错东西 所以尽量我们还是打个户籍地好了 在那个户籍地里面 你帮我去抓哦 抓那个资料 那那个资料的部分的话呢 他 所以 把它 户籍地里面的哪里的店 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Sales 这个应该跟前面都一样 哪一列呢 I列 哪一栏呢 A栏 有没有 这样子 好OK 这样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清单里面的第一个加一个 所以他会先帮你把第一个台北市放进清单 再第二个高雄县新北市一直往下就对了 反正他就一个一个帮你加进去 所以如果你这个写完哦 就是记得哦 是User Phone Activator 那我们把它启动一下 你会发现下拉清单 就会是这一些了 那这种写法 我说是活的 不是死的 怎么说 如果你将来有可能一种状况 因为之前有同学预议过 我们原来 不是写那个 这样的垂圈 而是一个 一个一个 那如果说你今天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花莲市 花莲县 假设你这边多一个花莲 或者带一个什么 基隆市 这边好像没有 反正就是类似多两个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 如果写死的 他不会增加 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向下 多花莲县 多基隆市了 OK 所以以后 应该你工作里面有很有可能 会有很多的下拉清单 来让那个使用者 用选的会比较流畅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 类似像建一个什么 户籍 然后放在这边 A栏 你就把它 倒到里面来 当什么时候倒呢 当 User Phone 被Active 的时候 就把质量倒过来 那如果你有两个清单 你就再写第二个 三个就写第三个 都写在Active 事件里面 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比较重要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除了这个清单加进来之外 还有这个 新增 新增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 我们总共会有 几个来 姓名 生日 年龄 生日 年龄 刚刚是不是少 姓名 身份证 这个是姓名 姓名 然后 生日 年龄 年龄可以自己算出来 可以自己带出来 最后就户籍 按新增 可以新增一笔 这样的话 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会员系统 对 那剩下部分的话 你们先试着 把这个户籍地部分呢 先了解一下 增加这个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户籍地这个部分的下拉清单 可以做成活的